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日焦點 今天我們帶您一同瞭解這三個焦點新聞 第一 川普對反送中發聲 美國國會表示將制裁中港鎮壓官員 第二 臺灣民進黨初選 民調揭曉 蔡英文出現角逐2020年大選 第三 兩艘巨型郵輪預期 國際郵價再次上漲 首先我們再來關注關於香港反送中抗議的最新情況 在6月12日 香港反送中抗議者遭到了暴力鎮壓 香港特區政府在12日出動了催淚彈 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驅散反對送中條例的示威者 至少有79人受傷 其中兩人情況嚴重 甚至有人頭部中槍 國際特赦批評警方所使用的武力過當 且不對等 有違國際法 而這個暴力鎮壓也引發了各國的強烈譴責 包括美國 英國 歐盟 德國等國家元首 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紛紛發聲支援香港 由於香港政府一再無視民意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在6月13日 臉書上宣布說 已經向警方申請了本週日也就是6月16日 舉行黑色大遊行 並且呼籲下週一繼續罷工罷課罷市集會 直到特首林鄭月娥撤回惡法修訂 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宣言中說 警方竟然使用致命武力 甚至向參與已經批准集會的市民發射催淚彈 而且警方在大型集會上向市民開槍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首見 其傷害性足以讓人永久傷殘 而林鄭月娥無視警方開槍鎮壓 她要定性集會為暴動 潰為人母 潰為特首 子彈是設計每個市民的心中 香港人痛心疾首 但是我們要向全世界說 香港人反惡法 永不放棄 民政會將會和所有的香港人堅持到底 民政會已經向警方申請這個週日 也就是6月16日下午2點半的時候 再次舉辦大遊行 遊行的訴求只有三個 第一 譴責警方暴力鎮壓市民 第二 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第三 林鄭月娥必須下台 而針對這次抗議 美國總統川普在週三6月12日 也首度發表意見 他說這是他見過的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了解香港人這次抗議的理由 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 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發表聲明表示 被中共控制的逃犯條例修訂 顯示了中共正明目張膽地踐踏香港法治 建議扼殺香港人的自由 如果送中惡法通過的話 將會危及美國和香港20年來的繁榮關係 讓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 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 是否真的擁有充分的自治 在美國國會 美國眾議院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 吉姆·麥高文在推特上發文說 這個星期將會跨黨派提出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明定涉及鎮壓香港民主自由的人 以及中共官員將禁止進入美國境內 並且將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 近期其實美國政府正在蒐集 參與迫害人權信仰團體 以及個人的中共官員信息 可能拒絕他們入境美國 甚至可能取消他們的綠卡 作為對中共長期對人權侵害的制裁 而英國首相梅伊12日首度對香港反送中抗爭發表講話 梅伊在國會上說 英國有特殊的責任替香港發聲 尤其目前仍有大量的英國公民在香港 不得不替引渡條例可能造成的影響感到擔憂 重要的是香港的引渡條例 必須符合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權利和自由 而香港送中條例活動 另外一個影響很大的地方是台灣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首次針對香港反送中抗爭發表講話 她說逃犯條例有侵犯人權的疑慮 香港政府應該認真看待抗爭的訴求 與人民對話和溝通 不應該倉促地強行通過 而逃犯條例同時也侵犯中華民國的主權 她強調這件事情讓我們台灣人民最深的感受是 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 尤其是對民主化的台灣 一國兩制不可能被接受 而香港的抗爭讓台灣人民更加珍惜 現有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有評論認為香港發生的反送中條例事件 也會影響到台灣2020年的總統選舉 因為台灣民眾看到香港發生的事件 將會更加偏向於支持 對中共強硬的民進黨 我們再來關注 台灣民進黨總統初選的民調結果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在歷經了近三個月的民進黨初選之後 電話民調結果顯示 蔡英文以35.67%比27.48%勝過賴清德 將代表民進黨參選2020年的總統大選 蔡英文是贏賴清德將近8.2個百分點 在年齡層的支持度方面 蔡英文在20到29歲的支持率最高 在50到59歲的年齡層當中 則是輸給賴清德 而初選的民調結果揭曉之後 民進黨將於6月19日召開會議 正式公告總統提名人名單 對於初選的民調結果 賴清德表示接受 他坦言會履行承諾 支持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 他說民進黨初選應該是畫下句號了 我們應該團結一致 打贏民演的選戰 他還再次呼籲大家支持蔡英文總統 而蔡英文表示 他與賴清德已經通過電話 兩人有共同的信念 就是一定要團結 讓2020年民進黨可以勝選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注 兩艘巨型郵輪預期 國際油價再次上漲 6月13日 兩艘巨型郵輪在伊朗的阿曼海灣 遭到襲擊 其中一艘引發大火 目前兩艘郵輪上的工作人員 都已經獲救 但是郵輪上載有的7.5萬噸石油 全被毀 而這一事件 也立即引發了國際油價的飆升 美國原油期貨 一直是處於5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郵輪預期的報告導致石油期貨價格飆升 週四 美國原油期貨價格飆升4% 而布倫特原油也大幅走高 漲幅超過3% 而兩艘爆炸的郵輪 一艘是由臺灣中油乘租的 另一艘是日本所擁有 美國官員表示 目前還沒有確定 郵輪遭到襲擊是水雷襲擊還是炮彈襲擊 美國當局正在調查事故的原因 好了 觀眾朋友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您帶來的三個焦點新聞 我們下期再會